世界不过是存给今生的两人 不哭就这么夜深放弃一场梦 若红颜就成拔薄的山门 皮囊香灯玲珑 独自欲纷纷 繁华陌生 独阴坚朗 此相不过如风如一场深刻 这孤城 曾连连春山 爱来寻 却难逃过游泳 这孤城 如月之沓起阵阵 令头伤心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韩光哥来 你我男女有别 丰府不是洪耀君 该有的规矩 得有 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愿我心爱畅风之后 我会再承受那种巨大的痛苦 我能硬硬做 恐怕也只有这些 哥 我能走 不累 你这么轻 你快回宫吧 好 那我明天再来看你 好好照顾小姐 是 走 小姐 小姐 有举有针 你在外面有没有受苦啊 没事 小姐 你累不累 我服侍你休息吧 这里呢 是内院 是女眷居住的地方 也是敬书的规格 起来 男子是不可以随便进来的 这儿啊 是藏书阁 里面很大 不过你应该不会迷路的 走吧 这间呢 是国师的屋子 他常在宫里 偶尔回府便是住在这里 这儿啊 也是国师处理政务的地方 国师不叫你 你是不可以随便进来的 否则 格杀勿论 这间呢 是韩光的屋子 他常在宫里当差 所以很少回来 这间屋子呢 给你住 这间比较清静 你呀 有什么事就去找宫叔 他就住在前院呢 见过宰相大人 诸位同僚不必多礼 请入席 好好好 谢谢宰相大人 这位是 这位是白嫡国王爷 可汗的王长子 各位同僚 以后多多亲近 好 好 好 初次见面 小小心意 不成敬意 诸位 可别服了王爷的 一番美意 谢王爷 谢王爷 按惯例 他国使节 当有礼部招待 赵某之所以设此家宴 是因为 赵徽不仅是白嫡国的王爷 也是赵某的东床快婿 就当赵某人公私兼顾吧 诸位 请 来 请 王爷 请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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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早了 您该歇息了 嗯 我再看一会儿 你们先睡吧 小姐 您看什么了 这本书您一夜都没看啊 您只是盯着蜡烛 从这么高烧到了这么高 小姐 您出去一趟 怎么变成这样了 那我不看了 现在就睡吧 现在就睡吧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明媚 自 李宗盛 李宗盛 房大人 我对茶道一窍不通 房大人何必煞费苦心啊 在相大人 您为天楚日理万机 这茶对身体很好 用下官略表孝心 还请在相大人品尝一下 房大人有事说事 在相大人您真是聪制过人呐 下官的这点小心思 也难逃大人的慧眼 是这样 南郡观察室 想通过下官 拜访在相大人 我 我当然拒绝了 我当然拒绝了 大人这么忙 连喝茶的时间都没有 那能见他呀 房大人 你代为卧选此事 你有多少好处啊 没有 绝对没有 下官是为天楚 木林友好 做点分内之事 好啊 叫他进来吧 大人 荆叔平安归来 你也应该放宽心些了 荆叔给宰相大人的女儿 换了脸 相府陪送的死侍 成了荆叔的朋友 我大概知道 宰相大人的女儿 被谁冒名顶替了 您知道 但是我不确定 宰相大人是否一直蒙在鼓里 那这种事情 也不方便 向宰相大人确认吧 当然 还有 这个死侍 在成为相府家庭之前 听命于谁 您是 怀疑略影 不应该吗 听说观察室大人想要见我 请问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宰相大人 在相大人 我是南郡的送亲使者 可是我们的公主 到现在还住在驿馆 迟迟不能册封 我是想知道 天楚在这门亲使上 到底有什么打算 观察室大人也知道 贵国的送亲武事 在京交出了事 这件事不给贵国一个交代 就册封公主 实在不合适 宰相大人多虑了 我知道我们那些年轻武士 第一次来到中原花花世界 难免要出去风流一下 可怎想 他们在酒后出了事 风流倒是难免 不过京城里繁华之处很多 怎么这几位 偏偏死在郊外荒僻之地 这倒是有几分蹊跷啊 想是年轻人争风吃醋 然后约在郊外解决 在相大人 我是真没想给天楚添麻烦 我就是想啊 不如使命 早日送公主贺亲 看到两弟交好 我也就可以早日回到家乡了 请啊 请 月亮和书彦还是一样 我 却已经不一样了 都这么晚了 还跑出来 着凉了怎么办啊 不想好起来了 哪有啊 也不知道太子殿下睡了没有 你不觉得 太子殿下最近憔悴了好多吗 也真是难为他 竟然一个人跑出宫来找你 这幸会没出什么大事 否则真是 否则 我真是难辞其咎 景叔 太子殿下对你的心意你最清楚 这些年来 你都是他最重要的人 如果你发生什么变化 我真的不敢想象 太子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不会辜负他的 我真后悔啊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洪耀军 我应该一直陪着你 英姐 别担心 这么晚了 你早点去休息吧 我还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别太久 静叔 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怎么可以被一片树叶 扰乱了心神呢 坚强起来 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是因为身体虚弱 才会缺乏意志力 马上给我坚强起来 静叔 你现在只是习惯了 他在你身边 所以他不在你身边的日子 也只是习惯了就好 何况你们男女有别 他本来就不可能 一直留在你身边 交班了 是啊 我先回去了 你去哪儿啊 家里来了个朋友 我回去喝点 行 别忧了明早上交班啊 误不了 有了二位了 赶紧走吧 好 什么朋友啊 能让这家不乐成这样 就是 这么多年 我就只见过他一张臭脸 岳阳 我是杭光啊 出来喝酒了 岳阳阳 我可是把太子殿下扔一边跑回来跟你喝酒的 没人啊 看着你 会有种莫名的感动 走过漫长旅途 终于发现绿洲 守着你好像是有暖风路过 一个眼神 就能懂得我 心中的天空海阔 心中的天空海阔 为爱 开始学会勇敢 想用星光夜亮黑暗暗 你的笑容善烂 不是 不得你 你们是谁 喜欢你 我じゃあ 你 Lily 要啊 你会想起这些文量去哪 你看一眼 你再问我 你不要 我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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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来找去 好傻 好 好的 终于发现绿洲 守着你好像是有暖风路过 一个眼神就能懂得我 心中的天空海阔 因为爱开始是会勇敢 想用星光点亮黑暗 要你的笑容灿烂 用一颗拥抱就可以瓦解 所有不安 每一对相爱的人前生 多少次回眸 从来你又一次写 到底是什么感觉了 爱如果说出口 瞬间真有酒 喜欢回忆起步后 看我剧情的梦 静叔 静叔 谁啊 略阳 韩光少爷 静叔 略阳在这儿吗 略阳 韩光少爷 你怎么第一到这儿来呢 略阳什么营啊 这是小姐的规格 你怎么可以硬闯进来呢 呃 对不起啊 韩光哥 你想干什么 不是 我这儿 我这不是看看这这小子在不在你这儿吗 你找他就找他 到我房间来找什么掠影 我在 好啊你 我说找不到你 原来你半夜偷看女孩 你 住手 别打他 你们俩住手 她半夜偷看女孩 她不是好人 韩光哥 你也不是好人 我 还有略阳 你也一样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男女有别 怎么就是不听呢 你们知不知道 这样是在打扰我呀 走走走走 赶紧走 我不想见到你们 小姐 小姐 男的怎么了 她嫌我是个男的 就不要我了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她就不要我了 原先睡你房间里 你都没把她当男的 现在你把她当男的 星期不过是存改 今生的良人 不哭就这么夜深 放弃一场梦 若红颜旧成 把不等山门 皮囊香的玲珑 独自 雨纷纷 奔华茂盛 独饮煎熬 此生不过如风如一场声歌 这独角曾连连春生 爱乃世却难逃落雨伤 这独角如月是残忍 原来这才是我的爱情 这才是我一直都在等待的 要离开京城去洪耀居 才能等到的命运 就是让我爱上一个 不应该爱的人 让我的心 从此浸泡在痛苦中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从我第一眼看到你 就那么难过 略阳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想回到孩子 你怎么还要 你怎么还想到我 都在乎你 我也不是 你怎么会想到你 哪里 别提了 太子殿下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大半夜都不安全 我去哪儿跟你有关系吗 你管的未免也太宽了吧 现在真是有道明君啊 学会冲底下人撒气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试试 我说你没干好事 认输吧 你不是我对手 再来 这要是剑刃我可就失君了 小爷我今天就是要锻炼锻炼身体 只当抓你当陪练了 偷我令牌出宫的时候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现在你先找什么来了 今天我不把你屁股打成八个半 我是不会把手的 打完再说 我就不信你打完我之后 你的屁股还能完好无损 哪次打完架你不得挨罚 不长气息只长鸽 我出去了 白罚我也认了 白罚我也认了 什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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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从小跟我一起西武 武功却差那么远 你是不是天赋有问题呀 你看你气喘吁吁的样子 你扯什么英雄啊 来呀 接着给我打呀 怕你呀 来就来 来呀 义父安好 你好 义父就好 我好了 义父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 我把你交我的救命三招 交给略影了 幸亏有这三招 我们才逃出了洪耀君 你告诉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知道 这三招是您的独创 没有经过您的允许 无妨 可是 略影她只会三招 是不是 不太够啊 怎么 你还想让我传她武功啊 她一定能学得很好 靖叔 我都已经把她留在身边了 你是不是有点 我知道 您什么都不用说 我都知道 我呢 以后会很忙 越来越忙 所以 我也就没有时间 顾及到她了 义父 我还有好多事呢 英姬还等着帮我裁衣上呢 我先走了 义父您先忙吧 老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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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 嗯 干什么呢 我的享受闲禁岁月啊 哎呀 哎呀 还是得回到国事身边啊 才有这种舒服日子和心情 你呀 还真是心宽 别跟我假装 你什么都没看出来啊 我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了 我是不是一直看着你的吗 敢跟我打情骂俏 你吃了雄心豹的胆了吧你 没没没 我哪敢啊 靳叔 你没发现 他好像何 你们女人家的心思 我哪懂啊 那你们男人的心思 你总该懂吧 男人就是活该 哪敢有什么怨言呢 那是你 略影不是啊 你说我吧 好歹还敢打个情骂个俏 给嘴过个年什么的 他哪敢呢 那 你什么时候感觉出来的 感觉到了又能怎么样啊 帮不上忙 帮他 不是 你还想帮他 这不帮不上吗 不能 你得帮他们打消这个念头 否则他们都会很受伤的 没有结果的感情太伤人了 谢谢你提醒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你别多想啊 老宽 反正吧 道理你都懂 随便懂得珍惜啊 你别多想啊 老宽 你别多想啊 老宽 你别多想啊 老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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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了我的孩子 这柄剑 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小小谢意 喜欢吗 把这剑送给我 你自己怎么办 能让我拔出剑来的对手 恐怕不多了 看看吧 我身边两件宝物 一件秋甲 给了寒光护身 这柄紫卿 就送给你吧 靖书呢 我不要 我不要 你给靖书吧 这柄剑可是 算了 懒得跟你解释 你还学过写字 我不记得了 这些都是什么字 为什么会挂在门上 这些都是书里的话 有很多道理 很有趣 书 书在哪儿 藏书阁里有很多书 藏书阁 笔 用过之后要洗干净 挂起来 善事善终 也是君子之德 明白吗 是君子 合作 是君子 我也是君子认识的 详终而言 你去详终了 我爱了 藏 书 阁 不识字的确遗憾 看来你要从头学起了 过来 每个字 都是从左往右 从上往下 从外往内 这叫笔顺 奇怪 此人真气如此准备 早已撞开山门 掩然四季交替水火相继 难怪他寒恕无尽 恩戏不绝 有过人的体能和铭记 转身之为来世能遇见 一遍之间来牵掩 有小的孤独低度的思念 这一世陌路上花开一遍一遍 这是你的名字 掠营 掠营 净书 我会写净书 我看到过 看到过就会写下来吗 嗯 可惜了这么好的一块料 却没有修习过内宫心房 全靠筋骨皮肉大人 就算再快 也不过是守着今晚逃犯 居然给他活到现在还没死 真是名当 敬书 听说你本事不少 靠鼻子闻得出路 靠双腿跑得过马 你还有什么特殊本领 说给我听听 我不记得我有什么本领 鼻子不都是闻气味的吗 跑 就跑喽 用腿撒开了跑 你不会啊 就你这么像上风回话 还给人家做侍卫 还观想 还占编制 来吧 好 风某人什么不会啊 不就是跑得快点 鼻子好点 耳朵长点吗 好 好 好 这 我 没有 不是 你给我一块泼麻布干嘛呀 我这不看你闲得发慌 让你干点活擦擦桌子什么的 你说这总得有个人告诉略影 他自己是谁 静叔又是谁吧 我觉得啊 他这个人啊 比狗还忠诚 比万金游还好使 反正只要有他在静叔身边 我心里就觉得踏实 也怪我们早没防备 总觉得他和静叔相差得太悬殊了 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哪知道能有这种念头 那怎么办 要么你去跟他说 甭管你长得多帅 跑得多快 天分多高 多么的不知疲倦 无间不摧 还有你那些季道的 闻味的本领多厉害 没用 你出身卑贱 说句不好听的话 如同草芥 你说这略影 他要是没做过奴隶 以他的向往和天分 倘若是生在公卿大幅之下 你呀 没用的话就别说了 就算国师大人感谢他 给他托去见辑 可毕竟曾经是奴隶呀 春 奈何花落谁谈 夜 潇潇风吹人伞 问前世的情愿 灭此生的残念 海角飞回云烟 天涯划骨之间 梦里沙翩翩 转身只为今世又忘却 一眼陌路花满天 曾像暖脸的苦衷的黑月 幻化成淀末的残念 转身只为来世遇见 一眼之间爱牵连 用笑的哭的滴入的撕裂 画出那个灰的五彩的甜蜜 转身只为今世又忘却 一眼陌路花满天 曾像暖脸的苦衷的黑月 幻化成掉落的残念 转身只为来世遇见 一眼之间爱牵连 用笑的哭的滴入的撕裂 只能一世陌路上花开一遍一遍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